我感到是很興奮的 亦都是香港港大市民期盼很久 這個港區國安法終於出台了 這個法律是一個及時雨 令到我們香港有法可依 以及可以依法去執行、防範、制止、懲治 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以及打擊恐怖活動、黑暴是很有效的 這個法律是針對極少數 做出一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 而相對保護大多數依法、守法的市民 他們繼續可以享受在《基本法》第27條 所付給他們的言論自由、集會、遊行、示威、結社、出版自由 根本是不需要擔心的 很多人真的變得更好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個法律裡 它亦都是保存我們香港用的權益 例如無罪假定、無追溯期 這是非常好的 它做好人不需要擔心 它繼續守法 在市民方面 大家看到 市民都可以安心上街 在經濟方面 大家留意到 上幾千 樓市恢復了 股票亦息升了一千點 港版國安法的出台 只會令到香港的經濟更加好 對一國兩制是可以走敏至遠的 老百姓是會安居樂業的 平均